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昨天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说 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叫做藏 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 不只是读完了圣经关起来了 懂了走开来了 而是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 那就是属灵的武器 让我们属灵的武器里面是有子弹 可以对抗撒旦每一天给我们的许多攻击 靠着主一定可以得胜 谢谢主 而今天和你分享在五字真言里面的第五个部分 那就是行 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 你们既知道这事如果照着去行就有福了 圣经不是一本用来研究欣赏比较的书 不是 圣经是一本用来遵行的书 我们知道这些事光知道没有什么福气的 是我们既知道这事若是照着去行就有福了 它是一本行动手册 不要只是研究欣赏明白了 而是要照着去行 当你一照着去行 你就会发现它带给你力量 它带来生命的改变 圣经是一本行动手册 我记得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大概才幼稚园吧 还是小学 那个年代其实在我生长在台湾 在台湾其实不是那么多人家里都有电视 是我父亲常常到世界各地去讲道 他是一位传道人 很多人很爱传道人 就会送一些礼物给他 有一次他带一个礼物回来 哇我们全家人都很兴奋 因为听说他那时候去日本 听说有人送给他一台电视 一个小小的一个电视 带回来 虽然只是很小的一个电视 可是我们很兴奋 因为那时候 整条街上好像都没有别人家有电视 就我们家 哇好快乐 然后我们就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那个电视拿回来之后 哇我们就看到 拿出来全新的一个电视 然后大家在那里七手八脚 在那里研究 怎么样能够让画面出来 哎呀要插插头 要调这个调那个 弄了半天 就是看不到 期待了那么久 终于等到那个电视 送到我们家里面来 可是就看到 哇又不好意思问 有时候跑出去 问问那个外面的什么电器行啊什么 因为那时候电视不普遍 人家也不知道 我回来再自己摸索 搞了一个多月 真的看不到 很挫折 后来只好打电话 回日本去 问那个送他们的人说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然后那个 我们就一堆人 小孩都挤在旁边 我爸爸在那边打电话问 那那人就问说 哎 你那个箱子打开来 里面没有一个说明书吗 我爸爸说不知道啊 就问东问西问说 说明书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叫说明书 我是我们家最小的一个小孩 我突然就想到说 有 有一个小册子 哇印得很漂亮 你知道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喜欢日本印的 因为他们印得很精致 我们那时候在台湾 常常看印出来的东西 那个颜色都对不在一起的 鼻子都是两个 但是可是日本印得很好 我看到他们的日本小册子 我就好喜欢哦 我就把那小册子收起来 就藏起来 就变成我私人的 然后从他拿出来看 里面很多的照片啊 印得很漂亮 颜色很丰富 可是因为都写的是日本字 我也看不懂 有英文 有日文 我看不懂 那他们 大人也没讲 我就收起来了 那边人就东问西问说 谁把他藏起来 最后我只好拿出来说 在我这里 然后那边的人就笑 说为什么那个小孩拿去呢 我就说他很漂亮 我收藏起来了 我永远记得 那个人跟我爸爸讲 我父亲告诉我们大家说 说明书不是用来欣赏 说明书不是用来收藏的 说明书是用来照着去做的 打开说明书 那里面有日文 有英文 我父母亲他们可以看得懂 然后呢 照着他的那个步骤 一步一步去做 很快我们就看到电视 圣经也是上帝 给我们人生的一本说明书 这本说明书 不是用来收藏的 不是用来欣赏的 是照着去做 就必定豪复 所以五字真言 最后一个词 我们既知道 圣经里所说的 这许许多多的事情 照着去行 就必然蒙福 我们一起祷告 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心 不只研究 欣赏 主啊 是照着圣经去行 必然蒙福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照着去行 祝福你 必然蒙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